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宝妮奶奶给我支持哦 你好我是宝妮奶奶 过完年荷包满满的好开心哦 别看奶奶一把年纪了 收到红包还是超兴奋的耶 我们会在过年的时候 给长辈包红包也会给晚辈包红包 可是你想过给自己包个红包吗 收到的红包你都怎么花 还有空的红包袋你怎么处理呢 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 每次过年我都会给自己包个红包 过年前我会先到银行领一些新钞回来 然后起个吉利的市值 像是660啊6600啊还是8800 都可以880也可以 这起来六六大顺啊发发发 这是很吉利的 然后我会把它放在红包里面 就把那个红包呢 放到我的化妆台的抽屉 其实化妆台就是女人的柴库 没有化妆台的时候 放在五斗柜也可以 记得把红包袋放在最下面 就是抽屉 你放要放的那个抽屉的最下面 最里面 上面都有东西压着 然后告诉自己 柴米油盐酱醋茶 大柴小柴滚进来 告诉你这是我的小偏方哦 原小姐过后 这个年就等于过完了 我会去把红包袋里面的钱拿出来 记得哦 红包袋继续留在里面 不要拿出来哦 那个红包袋压在里面 这等于是我的底气 是我的一个小财库哦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讲的那些包袋是你的红包 那 你现在的红包在哪里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哦 钱拿出来之后呢 我会放在我的钱包里面 让它慢慢的苏醒 这个钱包呢 它是流通的 因为我们的钱包 钱有进有出 然后我们也把这笔钱呢 到人多的地方 像大卖场啊 餐厅啊 便利商店啊 都可以 就是它钱有每天都在滚动的地方 去那边消费 刚刚那个是过年 我包给自己小金库的小红包耶 也是过年后 第一笔流动的现金哦 希望今年奶奶才眼滚滚 生活中有个仪式感 是不是更有趣啊 自己收到的红包 我会全部把它放在枕头下面 因为是压税钱啊 等到过年后 我会把里面的现金都拿出来 有的存到银行里面 生利息 有的放在钱包里面 有进有出啊 那些红包带嘛 我会挑一个 在金钱上 比较有流动的人包的红包带 把它折好 放在我的钱包里面 为什么呢 就像我的小金库一样 广纳是方采啊 剩下的红包带怎么办呢 全部把它备在一起 继续压在枕头下面 等到来年再更新哦 以前 有个日本朋友来台湾 在过年的时候到我家玩 那个时候两个小朋友还很小 他就包了两个红包给小朋友 隔了没多久 我儿子就拿了一个红包给那个日本朋友 跟他讲恭喜发财 哇那个日本朋友好开心哦 他说他第一次收到小朋友包给他的红包 很慎重的把钱包拿出来 把那个红包带呢 就直接放在他的钱包里面 过了没多久 他又来台湾 还是来我家玩 他就跟我们讲 他很珍惜我儿子那个红包 因为他 我看呢 又有海浴油 他赚了很多钱 希望你enjoy奶奶今天的分享 一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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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好了 下一次 再度冲香风 柴米油盐酱醋茶 大柴小柴滚进来 就像我的小金库一样 广纳四方柴啊 希望今年奶奶采盐滚滚